建筑界的长颈鹿 如果把建筑物当作是动物王国中的成员 那么高入云天的高楼大厦 就是建筑界的长颈鹿 随着世界各地热议城市化 专家预测 各国建设高楼大厦的热情不减 未来可能冒出更高的长颈鹿 2017年世界最高楼市哈利法塔 高828米 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市 哈利法塔具有太空时代风格的外形 基座周围采用了富有伊斯兰教建筑风格的几何图形 六瓣的沙漠之花 大楼面积相当于17个足球场 设有住房、旅店、办公室、餐饮市场等 在第76层 还有一个建在世界最高处的泳池 台北101大楼 外观有如一节一节的竹子 层层向上开展 代表文化与经济节节高升 大楼外层有巨大的方孔古前图案 代表它是台北重要的金融中心 从91楼的观景台望出去 除了大厦楼房、寺庙之外 还有山水、森林、绿地 城市化的台北还保有绿废 真是难得 我国的双塔楼是双子大楼 外观雄伟 有如两个巨大的玉米 它在1997年启用 是吉隆坡的地标 在第41与42层楼之间 长达58米的空中天桥 仿佛一道彩虹横跃双塔 代表我国通向星龙的未来 一座具代表性的建筑物 往往能点亮一座城市 这些建筑界的长颈录 发出热情的邀约 希望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到来 感受当地的文化与民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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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